我覺得這場選舉跟罷免結束之後 有一個人恐怕會倒大煤 我覺得那個人就是朱立倫 他可能會成為國民黨內下一個被罷免的標的 民進黨做的真的夠爛了 在這麼爛的環境下你還打不贏他 可見你更爛 反民進黨反蔡的所有勢力 一切問題的根源在 你連這個都打不下來 其他的也就不必了 經過這次的補選 我想很多人會很失望 我覺得這個其實應該是在意料中的事 如果你從選舉的結果來看 其實這個東西不只是兩黨對決的問題 這還有候選人的各種條件的比較 所以選民不見得是在做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對決 或者是民進黨跟反民進黨的對決 其實很多條件在裡頭 但是你從投票率 特別是在台北中正萬華區 這個冷冷淡淡的投票率 最後功敗垂成不是因為 罷免林長佐的動能不夠 而是說整個想要出來投票的動能不夠 所以雖然贊成罷免林長佐的票 比不贊成多了一萬多票 可是最後卻因為罷免的門檻不到 這倒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因為表示什麼 表示前面辛辛苦苦的成案之後 大家對這個案子卻沒有什麼感覺 這也是台灣今天在冷搜搜的天氣當中 對於台灣政治的另外一種冷漠 好這個罷免案的後遺症 可能當然是藍營的很多人非常的失望 問題失望之餘 你可能就要問問自己 台灣今天的選民是覺得民進黨真的很爛 但是國民黨也沒有好到哪裡 所以乾脆就不出來投票 這就是今天的一個選舉的結果 所以作為反對黨 包括國民黨 包括民眾黨 這個其實是一堂很好的功課 民進黨很爛 國民黨好不到哪裡 而民眾黨也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對民眾來講是一種很深沉的失望 我想今天投票所反映出來的結果就是這個 那接下來其實給大家一個功課 選舉要懸贏民進黨是非常的困難 但是要罷免相對容易的多 因為當民進黨的支持者自己本身也是覺得有點挺不下這個黨 所以乾脆在家看電視 那如果今天反國民黨反民進黨的勢力 仍然也是那種很深沉的無奈 那民進黨就會在這種僥倖的情況之下 兩邊都很無奈的情況之下 僥倖的情況之下呢 戰勝了他的另外一個黨 也就是說選舉其實是兩票對一票的問題 所以當大家都不想太不太想出來投票 不太想再談政治 只是 我白的心聲或者是抱怨 台灣的政治結構就永遠不會改變 那從很多人私底下都非常討厭蔡英文反蔡 對這個蔡同學簡直就是恨得牙癢癢 可是氣得多行動的少 這就是今天台灣整個社會結構 我覺得這場選舉跟罷免結束之後 有一個人恐怕會倒大霉 我覺得那個人就是朱立倫 他可能會成為國民黨內下一個被罷免的這個標的 那當然這個問題應該是這麼說 我覺得現在的國民黨跟現在的民眾黨 我來說過一個軟綿綿 另外一個不知道在哪裡 這是今天蔡同學做成這個樣子 已經是天怒人怨了 仍然可以穩居寶座 不動如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要來檢視一下台灣的民主政治 或政黨政治 我也要挑戰一下 國民黨或者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你們的動能在哪裡 你們的動量在哪裡 動能是什麼 在物理學裡面 動能是kinetic energy 它等於二分之一mv平方 質量的一半成它速度的平方 那動能痛給我們的一個印象是 它這個叫做運機或者蓄機的能量 國民黨一直沒有蓄機一定的能量 因為國民黨現在能做的事情只是罵民進黨 可是自己的很多問題沒有去解決 所以才會有國內的黨內有關於到底要不要反共之爭 這個其實要不要反共這個問題 其實你去台灣做個民調你就知道 這種東西沒有什麼好爭的 如果國民黨還搞不清楚這個現實的話 那真的很難 很難不泡沫化 因為全球的趨勢都是這樣子 那國民黨能夠自外於全世界的趨勢嗎 這是一個第一件事情我要討論 如果說國民黨自己本身運機的能量不夠 你就是在家不投票嘛 不想投票 所以我建議朱立倫 學街頭藝人 每天開個節目 出來把自己的理想 報復 還有把整個黨的願景要講清楚 然後接受網友的留言 罵也好 讚也好 你把話講清楚 罵 現在的政治跟以往的政治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未來 網紅出來從政不是不可能的 網紅出來選總統也不是不可能的 因為現在的政治人物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太過隱晦 柯文哲也是啊 柯文哲你明明就是挺 嚴寬恆嘛 派個科媽媽 去不齊而喻言清標 去簽言清標的手 是這種東西民眾看來都覺得很假嘛 對不對 你要挺誰你就挺誰 你把話講清楚 當民眾選民 很認識你很了解你 知道你說一不二 知道你 心裡想什麼你就做什麼講什麼說 民眾選民反而會信任你 他票投給你知道說 你不會給台灣社會帶來變化球 你說什麼就做什麼 你說得到就做得到 我覺得是今天所有的政治人物最缺乏的 那這次選舉其實傷到另外兩個人 除了朱立倫之外 我覺得他接下來可能要被罷免了 另外兩個人一個是 盧秀燕 一個是侯友誼 看起來是國民黨的三大強將嘛 結果現在被掃到 那另外兩個人最大的問題 從公投到現在 就是讓大家覺得你 腰桿子挺不直 立場很隱晦 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甚至有人還覺得你是臥底的 那是很不值得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看台灣的這個政治 我真的覺得 檯面上的一些政治人物很有可能 有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 被一個也許名不見經傳的黨 或者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 或者是一個小眾媒體的人 一下子打趴 這種事情在國外是經常發生的 在民主國家 特別是網路媒體盛行的地方 是可能發生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講的是 國民黨在這場選戰當中 敗在動量不夠 什麼動量 動量是什麼呢 在物理裡面就是質量乘上速度 就是當下的那個 衝擊力道不夠 衝擊力道不夠 就是激發不起選民的熱情 也激發不起選民的憤怒 就是動能不夠 動能不夠 動量不夠 剛才講到的是動量 就是MV 就是那一下的那個impact 那個衝擊力不夠 質量乘上速度 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今天在 反蔡英文的陣營當中 不管是國民黨或者是民眾黨 或者是其他 當然其他小黨已經被收編了 沒有一個很強有力的 一擊可以讓民進黨承受不了 我不是賣瓜說瓜田 我已經講了兩年了 我說任何議題都撼動不了蔡英文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讓民進黨 豎倒胡孫散 那就是論文門 再來沒有了 因為論文門不是有沒有論文不重要 而是這件事情是牽涉到一個 30年到50年的有期徒刑 如果今天國民黨仍然思考的是 有沒有論文不重要 鄉下歐巴桑根本不會在乎論文不論文 那你就錯了 那是因為你的議題設定 還有跟你的議題建構 沒有講清楚 今天我們不是挑戰蔡英文有沒有學術能力 這個我一點都不care 我們挑戰的是 他那個詐欺貪毒 偽造文書 誣告 違反選爸爸這些案子 如果我是國民黨 如果我是朱立倫 我就一個一個談 我先談貪毒 我整個立法院 整個一記都在談 都在算 蔡英文這38年來詐騙了多少公帑 我把這個錢算得清清楚楚 三個月就只談一個議題 叫做貪毒 然後再過三個月 我就再談一個問題 叫做偽造文書 我這三個月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管理三十幾四十幾 五席也好 民眾黨是三席也好 我這三個月我所有的質詢 我質詢教育部實行主記長 質詢內政部執行外交部 通通都談一件事情 偽造文書 該當何罪 我把你從1984年開始 到今天你所有的文件 一個一個拿出來審視 民進黨不倒嗎 民進黨不倒嗎 你還能夠裝聾作啞嗎 你能夠不正面迎戰嗎 然後再過三個月 我把違反選霸法的議題 放在立法院 然後大家一起來 所有黨員去分戰場 有人去談補選的事情 有人去談在政大任教的事情 有人談東吳的事情 把教育部 把中選會 把法務部通通叫來 民進黨不倒嗎 蔡同學不倒嗎 這一些事情 難道國民黨不會嗎 其他的東西 我通通都沒有用 你說今天的整個疫情 搞得亂七八糟 現在請問你高端在哪裡 這個集團是詐騙集團 但他們運氣好 台灣的疫情不嚴重 美國的疫情很嚴重 我兒子的籃球隊的同學教練 全部中了 我兒子說 他有兩天昏昏的 然後流鼻涕 身體就是很不舒服 我猜他也中了 所以 躺了兩天就好了 結果我們家很多人也覺得 頭暈暈的 不知道是 心理因素還是什麼 躺了兩天也好了 現在美國就在開玩笑 他說現在大家參加一個party 參加一個聚會 參加一個聚會 入場的人不是在問你說 你有沒有打疫苗 也不是在問你說 你有沒有PCR negative 就是你的檢測是不是陰性 他現在開始問你說 你是陽性還是陰性 好 你如果你是陽性 就是說你Omicron 或者是不管COVID 你有症狀 那請進 沒有症狀的人你要小心 你不要參加這個聚會 你要趕快回家 隔離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都有症狀 這開玩笑的 不過在美國確實非常嚴重 但是我周邊很多人得到 都傳簡訊跟我講 在家休息在幹嘛 可是他們的結論都是告訴我說 因為打了兩劑疫苗 但因果關係沒有辦法這樣推斷了 因為打了疫苗 大部分我在周邊的人 都打了第三劑的Booster 打了三劑疫苗 然後得了這個Omicron 感覺上就像比較輕微的感冒 還不是重的 大部分人告訴我說 他的症狀就是流鼻涕 然後有點昏昏沉沉 連發燒都沒有 三天之後就好了 也有人說得了Omicron之後 還會再得了Omicron 但是得了Omicron以後 比較不容易得COVID 這些東西我都是聽說 都是路邊消息 這都不準了 因為坦白講 這個病來的太 就是這個COVID 到現在也不是兩年多 你的樣本數也不夠大 那有些很多東西 你又不能做控制組跟實驗組 那你也沒辦法做Fill Experiment 因為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其實要做這件事情 應該做 真的要找到答案 應該做Fill Experiment 所謂的 田野的實驗 因為所有放在實驗室裡面的 控制組對照組 都有一點 這個場域都有一點 都有一點假 都不是那麼真實 但是因為疾病的東西 沒有辦法這樣做 所以 現在整個對於病毒的了解 其實還很摸著石頭過河 好 那台灣的疫情 其實 我說台灣真的是天有台灣 我很高興上帝一直眷顧著台灣 不管疫苗政策也好 這個 這個隔離政策 這種種東西都做得亂七八糟 我們從海外來看這件事情 是亂七八糟 可是 那就是很幸運 就是沒事 所以才可以遭就 陳時中繼續唱他的歌 然後 不然你怎麼樣 反正你怎麼罵我 反正台灣就是不嚴重 對不對 你們說美國好 美國很嚴重 你們說美國好 可是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 疫情的背後其實 在測試一個國家的 政府的講理程度 如果講民主太沉重 太抽象 我們在講一個政府的理性程度 如果今天政府 打定了 要犧牲人民的所有權益 包括了經濟 包括了自由 包括了 尊嚴 包括人權 來換取所謂的防疫 那 你勢必可以把你的防疫控制得很好 但是如果這樣子的思維是對的 無限上綱 那麼共產主義就萬萬歲了 今天我們對人類的所有的控制 不管言論或思想或行動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為了國家的安定 如果這個思維是對的 那 我想 那 人類就要回到原始的極權制度 當然 這是一個 philosophy 這是一個值得辯論的 哲學議題吧 那 不知道答案 不過 回到剛才的 從 從 這一次 兩次選舉的大敗 包括了公投 公投呢 的大敗 加上現在的這個 補選 還有罷免的大敗 這個敗 雖然從票數上看來不叫大敗 但是 意義上來講是大敗 因為 民進黨做的真的夠爛了 在這麼爛的環境下 你還打不贏它 可見你更爛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對 反對黨2022 2024 能不能爬得起來 說明了一件事情 涼涼的 那如果這樣下去 那台灣真的是 要靠 天佑台灣 才能夠拯救了 所以我再一次奉勸國民黨 一切問題的根源 也奉勸民眾黨 也奉勸所有 反 民進黨 反蔡的所有勢力 一切問題的根源 在論文門 你連這個都打不下來 其他的也就不必了 你連這個都打不下來